美國國防部發布消息說 美國國務院已經批准了拜登 19.88億美元的對台軍售 那這是拜登第17次的對台軍售 也是最大的一筆對台軍售 而且正常來說的話 拜登現在是看守政府 因為他不會連任 所以他一定是要走人的 那你只剩兩個月的時間 你在搞什麼軍售 正常來說 你應該留在下一屆政府處理 那拜登為什麼急急忙忙 要趕快牽這筆軍售 目的是為了什麼 那賴清德又趕快接了這個軍售 目的又是什麼呢 其實在我看來是很簡單的 對拜登來講 雖然他年紀已經大 可是他旁邊很多人要吃飯 所以他臨別秋波 趕快再弄一筆大的軍售 這樣他又可以照顧到很多 過去跟隨他的軍火商 過去在這些軍火商中 跟隨他的一些利益團體 那這個對他未來退休後的生活 甚至他周邊那些想要 竄出頭來的人來講都是好處 而且他們就是不要把這個好處留給川普 因為川普現在當選的機率 看起來也滿大 那所以拜登才急急忙忙 做了這樣一個軍售 那對賴清德來說呢 其實在民進黨來講 好像他們是根本沒有選擇餘地 美國願意賣給我們就感激涕零 可是我覺得這種心態根本是不對 你為什麼不能再等一下下 等到新的美國總統出爐之後 再跟美國談這個事情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我老實講 很多人說 再等個幾個月搞不好美國就不賣了 你確定 有錢他不會賺 而且我們買的這一批 所謂的防空武器跟雷達 你以為真的是為了台灣 保護台灣嗎 實際上是在幫美國當哨兵 是在幫美國守住前線 所以是台灣花錢 美國享福 那美國人何樂而不為 他們的軍火商會可以賺一票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這時候去積極表態 又感謝 又說 這個就是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他如果真的有這種安全承諾 你派兵來台灣 要不然你賣F-35 賣神盾艦 你先進武器都不賣 算我們賣這種防守的 甚至算我們賣這種刺針標槍飛彈 叫我們打巷戰 這是一種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還是根本在害台灣 所以對民進黨的這些側翼 名嘴來說 他們當然只有配合民進黨的大內宣 反正 問就是美國好棒棒 問就是台灣一定強 問就是大陸不敢打台灣 他們的答案永遠都是這些 可是事實真的是這樣 你想想看 如果大陸真的像民進黨所宣傳的這麼弱 好像被擠將武器就會被嚇倒 那美國這幾年為什麼要把整個防護後撤 他們不只撤關島 他們現在正在重新建天陵島機場 為什麼 理由就是怕萬一將來開戰的時候 都集中在關島會被人家一過端 所以要趕快分散 當美國都戒慎恐懼這樣的時候 台灣到底是有什麼把握 認為美國會幫我們擋住大陸 美國會全心全意來支持台灣 這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嗎 其實不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他們跟軍火商都有很大的利益糾葛 他們也都需要靠軍火商提供精援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 哪一個候選人當選 對台灣來講其實都差不多 只是殺你的方式不同 然後中間牽線人不同 賺錢的換另外一批人再賺 差別就是這樣子而已 台灣反正永遠都是被殺的那一個 就這麼簡單 所以對台灣來說 重點是在於 我們既然都要被殺 那好歹還買一些真的能用的武器 可是問題是 只要是民進黨執政 這些東西就不會發生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的考慮根本不是這個 民進黨考慮的是怎麼樣 讓美國爸爸滿意 而不是讓台灣人滿意 可以對台灣做大內宣 說你看美國爸爸多麼保護我們 美國爸爸對台灣最好 台美關係史上最佳 這是一個宣傳的工具 那宣傳費就是我們的納稅錢 那再來呢 他雖然知道買這些軍備也不頂用 但是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因為他也可以從中做A錢 你以為 這個錢只有美國人在A嗎 民進黨也在A啊 民進黨的金主也在A啊 很多人靠這個吃飯啊 你如果沒有這些軍購 請問一下他要怎麼吃飯 這些軍購為什麼要分17次 拜登不過當三年都不到四年的總統 就已經17次軍購了 你想想看多久一次 不就是這樣子嗎 表示有人一直在嗷嗷待哺 他要等這條錢用 所以台灣到最後獲得有沒有獲得保障 不是民進黨關係的 他的金主有沒有獲益 他將來的選票有沒有資源 這才是民進黨考量的範圍 所以當他的思維已經變成這樣的程度的時候 台灣的軍購永遠就是一個盤子的軍購 在我看來美國每次賣給台灣的武器 大家仔細去算算看 像火山布雷車啦 庫存品 M1 A2T啦 庫存品 要不然就是標槍啊 刺針啊 然後跟我們拿的錢到現在東西都沒來 然後台灣真正需要的 他一樣不給 我就覺得這到底在幹嘛 然後永遠都是廢棄品啊 要不然就是拖延啊 要不然就是價格貴到嚇死人啊 那這樣的軍售 每一次我們都照單全收 那美國人當然樂死不疲啊 你是個盤子 我不殺你一下真的太可惜了 不是嗎 重點就是為什麼台灣要淪落到這種地步 如果我們能夠維持兩岸之間的和諧 兩岸不要這樣劍拔弩張 台灣一定要買這一些 美國人不要的東西嗎 我們沒有選擇權利嗎 我們出錢還都不能買一些自己想要的東西嗎 我覺得台灣很多人都應該要去仔細思考 那實際上當美國的戰略已經決定 你台灣未來就是要打巷戰的時候 你買這麼多裝備請問意義何在 兩岸之間不是沒有和平的機會 我也不認為大陸現在就想對台灣開戰 但是重點是在於 我們有沒有想要保持和平的決心 我們一定要把整個局面搞得如此僵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是台灣人都要去思考的 川普看起來就是一副沒養好心眼的樣子 他就說黑幫都要收保護費啊 他把美國自比為黑幫 那也算是滿誠實啊 我也是滿贊同他這句話 川普講了這麼多 你有聽過川普曾經講過 台海一旦開戰我就出兵保護台灣 你有聽過嗎 你有聽過川普說 就是台灣一旦出事了 美國人會無限制的提供武器 你有聽過這件事嗎 都沒有啊 所以川普什麼時候說 他跟你收錢之後他要保護你 沒有耶 他一直在抱怨就是台灣給的錢太少 可是他並沒有說 你給了我錢我就一定要保護你 這是兩回事喔 所以我覺得明明美國的態勢 已經擺得這麼明顯 包括賀錦麗都沒有對台灣做任何的承諾 賀錦麗每一次人家一問他就不找編記 就想說我們要維護世界和平啊 我們不容許這種戰爭發生啊 都是這種空話 然後呢 然後什麼是實際的作為 什麼都沒說 所以我覺得 泰式已經非常清楚地擺在我們的眼前 如果連這一局都看不懂 那不是蠢就是笨要不然就是壞 那民進黨偏偏又蠢又笨又壞 他明明知道就是這樣 他也要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對民進黨這些人來講 台灣的未來他們早就已經不在乎了 他們想的就是趕快撈一票走人 反正賴清德的家人也都在美國不是嗎 所以人家是有後路啊 我們剩下這兩千三百萬人可是沒後路 戰爭一發生我們都沒地方逃 我們真的要好好思考 民進黨到底要把台灣帶上什麼樣的一條道路 現在很多人都在問 台灣人是不是真的準備好戰爭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所謂的駐委美代表余大雷 他接受美國媒體訪問的時候說 我們台灣人準備好戰爭的準備 我是沒有準備好了 我從來不想打仗 我這一輩子都不想打仗 我也不知道台灣有多少人想要打這個仗 所以到底誰準備 所以這根本就是個謊言嘛 可是這可以當作一般的謊言 一笑自知 因為他是駐美代表 你以為駐美代表會隨便接受媒體訪問嗎 不會的 這一些外交人員 他們接受媒體訪問 背後都是要經過賴清德的同意 接受媒體訪問的目的就是要去表達立場 而且是做給美國人看 那余大雷在這一個訪談中 所要表達出的態度就是什麼 其實表面上來講 他講的是台灣人準備好打這個仗 那他實際真正的意思 我幫大家翻譯一下 叫做你美國爸爸交代什麼 我們全部照辦 就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老美叫我們花錢我們就花錢 老美叫我們徵兵我們就徵兵 老美叫我們準備打仗我們就準備打仗 其實你看從蔡英文後期到賴清德上來 這一連串的延長兵役啊 然後開始說要搞什麼全民防衛啊 然後成立什麼全民防衛委員會啊 然後到處在盤點防空洞啊 然後在搞什麼高中生的扶勤同意書啊 然後要搞什麼四十萬名利啊 這一切的動作就是根據老美的指示 在做戰爭準備就是這樣子 所以余大雷的訪談實際上就是一個表態 對老美效忠的一個表態 雖然這是一個表態 可是實際上台灣真的沒有準備 如果真的要打算準備 這個賴清德現在應該要幹什麼你知道嗎 他應該要真的就開始要去調查全體人口 調查防空洞 開始要去造陣地造機槍掩體 然後告訴大家一旦發生戰爭的時候 平民婦孺要往哪裡躲 然後這一些被徵召的人 或是吉林的這些男子 你要去哪裡報到 你要做這種全民動員的準備啊 那可是你有看到賴清德做這件事嗎 甚至有人問說你是不是該做這些事的時候 民進黨的所有官員全部都否認 說你不要故意這個造謠 故意去動搖人心 故意要製造台灣社會的混亂 搞了半天是我們在製造混亂 這不是你要的嗎 其實你從他們這種反應就可以知道 他根本也沒打算做這件事 但是問題來了 你如果沒打算這件事 就不要去幹這些事啊 可是他為了應付老美 要假裝他好像真的在做準備 其實你看民進黨這一陣子 提出來的一大堆都是荒槍走板 什麼彈藥在戰時的時候要藏在宮廟 什麼到時候什麼誰上戰場啊 要不然就是你曾經說服過什麼兵役 我們要重新叫招啊 然後什麼戰略物資我們全部都籌備好了啊 這根本都是一堆荒唐的事情 前兩天更好笑 人家去問郭志輝說 我們到底現在天然氣啊燃油啊 存放時間到底夠多久 結果呢這位老兄正妙 他直接回答說我們天然氣目前是八天 然後我們的燃油足夠供應四十二天 但是這些都是機密 所以不方便告訴你詳情 你都已經講完了你在講什麼 你到底在幹嘛 然後台灣的糧食呢從哪裡來 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是要打仗的 這個時候應該要開始囤積糧食啊 那囤積糧食政府當然就是要加價錢去收購 結果我們現在立法院正在吵什麼 工糧補助他不願意給 你想想看這個政府告訴我說他要打仗 叫你每公斤都花五塊錢去買糧食你不要 那你告訴我你想打仗 不是騙人嗎 我現在擔心的只是賴清德做了這一大堆假動作 到最後真的讓解放軍讓大陸以為台灣真的要做戰爭準備 那反而加速了台海的戰爭發生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 對台灣來說最好的是什麼 最好的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過自己的生活 好好的發展事業好好的發展經濟 兩岸之間經濟互通有無 結合的越深就越不容易作戰 彼此之間減少誤會多增加一些理解 沒有必要發生這場戰爭 那明明可以避免的東西你非要去做 我就講坦白的大陸有14億人口 大陸的面積是台灣的幾百倍大 那請問一下台灣有什麼本錢去進行這場戰爭 實際上現在軍中根本人心惶惶 因為他不斷的把編制擴大 一下說要做這個 一下說要做那個 現在連保警都要動員 讓他們去接受軍事訓練 人家一開始來應徵當警察 結果你現在就要他去當軍人 這像話嗎 然後每天在那邊宣傳說 我找高中生來 絕對不會讓他上戰場 請問一下戰場就在他家 他是要怎麼樣不上戰場 台灣一旦打起來 我們自己的家就是戰場 因為美國人叫我們打巷戰 我覺得戰爭的殘酷大家都看到了 烏克蘭正在上野 加薩走廊正在上野 黎巴嫩南部正在上野 大家都親眼目睹 台灣一旦打起來就變那個樣子 這是台灣人要的嗎 戰爭對台灣絕對不可能會有任何好處 所以我們本來就應該要極力避免戰爭 可是如果真的走向極力避免戰爭這條路 對台灣人民有利 可是對民進黨有害 因為他就弄不到選票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我先弄到選票再說 那至於會不會爭打 打起來會怎麼樣 不干我的事 反正情況再壞 他們都有家有業 在海外都有資產 到時候跑掉就好了 那剩下我們在這邊 為了他們錯誤的決策 陪葬的是我們 台灣的TVBS民調中心 最新民調顯示 賴清德的滿意度 現在來到37% 那跟他就職滿百日的時候相比 又下降了三個百分點 他大概是台灣領導人 有史以來就是蜜月期最短 民調下降最快 那甚至也越來越接近所謂死亡交叉 也就是不滿意度快要高於滿意度 他上任到現在才不到半年 怎麼迅速滑落 其實理由很簡單 賴清德本身就是個少數 他只有40%的選票 正常人應該會怎麼做 我上來先假裝和諧 先假裝去拜會在野黨的領袖 想辦法說我們大家要合中共計 要為所有台灣人的福祉努力 然後呢 他表面上維持一些和諧之後 再慢慢地剷除對手 再慢慢地先把黨內的派系肅清之後 再來集中力量去對付在野黨 再想辦法去挖在野黨的長疤 結果不是啊 結果我們這位賴清德 根本是個搞不清楚狀況 一上台就大展拳腳 而且他封起來連自己人都砍 你看鄭文燦 陳啟鈺 民進黨一個一個重箭弱嘛 然後正當很多人以為說 賴清德好像是一視同仁 開綠燈 把所有蔡英文時代 接下來的案子 全部開綠燈讓他去辦的時候 可是你也很明顯可以看出來 他們對民進黨的人 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可是對在野黨的 像柯文哲啊 或是其他國民黨的人啊 就是往石裡打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作為 我相信在台灣四人都知道 所以就在這樣的情況下 賴清德被人家完全看破了手腳 在整個朝野的攻防裡頭 就是死槓子頭死硬 跟你硬克 什麼東西都不肯做任何讓步 明明自己是少數 可是就是要多數服從少數 然後把整個政局搞得一團亂 然後內部派系鬥爭越來越明顯 最近殷系是直接反撲了 就以最近陳曲玉的光電案來說 本來他們的計劃是 檢察官假裝起訴一下 然後法官說你這個 用了法條都用錯了 全部無保請回 這樣就可以各奧術外界 你誰說我沒辦 我自己人都辦啊 但是查不到證據啊 他就無罪啊 你知道我講什麼 為什麼要把陳曲玉弄出來 是因為陳曲玉跟新潮流 跟賴系也有些關係啊 所以這很明顯是針對台南幫 針對賴清德的根底的一個動作 所以你看賴清德才上任短短幾個月 內部派系鬥爭爆發 在外跟在野黨水火不容 然後美國人對他又極度疑心 認為這個人根本就在自己在那邊亂搞 這是超級內外交迫的狀況 所以他的制度會迅速下滑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他也很好笑的就是 他當年自稱自己叫做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然後呢一上來就馬上提出新兩國論 結果被老美打了一耳光之後 又縮回來 後來又拋出更奇怪的祖國論 這個祖國論一拋出來 老實講 不只是讓很多人啼笑皆非 連獨派的基本教育派都看不下去 所以賴清德現在其實不只是統派對他不滿 獨派很多人對他也不滿 然後他還自以為聰明 聽說他這個意見還是來自於曹新城這個笨蛋 所以這個人根本就是一個 腦筋不清楚每天在亂搞的人 然後他現在搞不好還在洋洋得意 以為他的執政備受肯定 實際上他已經面臨快要掰咖瘸腿的 這樣的一個轉利點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賴清德自己 難道都看不出這一些現象嗎 那好比說最近你可以看到 不是只有TVBS民調 包括台灣民意基金會這種偏綠的民調 包括美麗島電子報這種偏綠的民調 都顯示他的支持度滿意度逐漸下滑 他也好民進黨也好左翁太也好全部都下滑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連青綠也都護航不了 代表綠營內部很多人也開始對他非常不滿 有一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 他發佈2024年度美國外交政策公共意見調查 就顯示了認為美國應該派兵去協防台灣的人 只有36%而且還比兩年前更下降了4% 那比一年前下降了3% 所以表示至少這一年來 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度也呈現急劇下滑的趨勢 為什麼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美國人過去也許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裡頭 這兩年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裡 烏克蘭戰爭的場況 美國人難道是瞎子嗎 看不見嗎 以色列在中東搞的這些亂局 美國人看不見嗎 實際上美國人在烏俄戰爭已經死了不少人了 所以美國人難道願意讓自己的子弟繼續在海外 這樣莫名其妙的死掉嗎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持續這樣亂搞 到最後就會被三邦夾擊 我覺得賴清德恐怕就一刃而終了 好 好